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部分投资者仍然关注联储局加息的时间表不确定性 令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13点 最终收报1831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8点收报5070点 标准普2500指数下跌1点收报2127点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方面 五家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是个别发展 汇控ADR指合港元是收报74.19 比本港收市跌近1% 中移动升0.41% 中海油下跌近1% 中石化跌0.26% 中联通微跌0.07% 中仁壽升近1% 中石油下跌0.3% 欧洲股市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升26点收报6995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升259点收报11853点 巴尼克指数上升104点收报5117点 国际油价持续下跌 继续受到市场供应过剩的问题 无所忧略影响 投资银行高盛就预期 油价首季的升势将会逐步消退 而纽约旗油的价格 在今年10月以来重返45美元的低位 最终来说 纽约旗油跌了2.17美元 收报每桶57.26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跌了2.25美元 收报每桶64.02美元 纳维金价跌1% 结束过去5天的升市 美元上升 而欧央行也暗示 短期内可能会加快买债进度 都不利金价的表现 纽约6月份的期金 收报每盎时12006.7美元 跌了1.7% 跌了20.9美元 另外现货金方面 就在1,207美元水平 美元汇价上升 因为美国数据向好所带动 另外 欧洲央行官员也表示 可能会在金明两个月 就会加快买债的速度 又认为投资者近日来说 沽售欧元区成员国债来说 是属正常的调整 然后欧元对美元跌至到两个星期的低位 对美元一度跌至到1.1118 跌幅超过1% 随后回升到1.114左右 还有美元对港元报 7.7524 日元120.865 英镑1.5505 瑞士法兰报0.9374 加元1.2239 澳元0.7909 纽元0.7351 美国国负债券方面 10年期报2.28厘 30年期报3.06厘 澳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加备直播室 谢谢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是我们的高级分析员 就是阮子希Harrie 跟我们跟进澳围方面的情况 Harrie早安 早安 先看看行事方面 今天开始表现 竞价电升了57点 最新报在27707点 升到14点 跟Harrie先谈谈外围方面的情况 昨天来说外围 主要有两个焦点 都是美国公布的相关数据 令到加息的预期加快了 还有就是欧欧行方面有买债的言论 然后再继续回来围方面的情况 逐一跟你跟进一下 美国新屋动工的数据 意外升到超过7年的高位 是不是单单数据做好 令到大家的加息预期 又再有忧虑呢 周一的时候 才说加息预期放缓了 大肆是抽升了 现在又是用这些借口去查一查 你觉得纯粹是消息 或者说美国的加息预期 可以说越来越快 对于市场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分歧的看法 如果你说 坚持新屋动工去批判 或者去想到 来到联储局的一些加息的动作 我觉得有点点言之常做的 始终如果你说看回 今个星期的焦点关注的重点 其实就放在明天发布的 一些联储局的一些意识声明 那些会议记录 所以这个大家都猜了整个星期 纯粹是有些不同的经济数据 所以猜测下来的看法会是怎样 每晚看到美股其实方向很不明朗 我们看到大市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主要说的就是Wallmark的业绩不是那么漂亮 我们也看到首季的业绩 其实一直都是一些回律的问题 其实强美元加了一些人工增加的因素 令到业绩比起市场预期做得差一点 另外新屋同工销售做得很漂亮的 比市场预期高很多 一个利淡一个利好 你看到三大指数其实就个别发展 如果你说以科技股那边 大家有报处Apple出什么新的MacBook 没有什么的惊喜 这些消息来说 我相信都是要等着 大家都不停地在猜测 究竟联储局的加息方向 究竟是如市场预期中 本身是9月至12月 或是退早 这是很多分歧的 所以美股形势上来说 我相信会比较个别发展 欧洲的情况 暂时在出口述 他说本身会加大量宽 事实上我都觉得有这些必要 因为美金的走势 又回落的时候 欧元原本想用量宽 压低欧元汇价的效果 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加大量宽 或者先出口述 其实对于股市升上去 会计率跌下来 肯定是有个帮助的 看下来欧洲央行的议息会议之后 会不会加大量宽规模 刚才我们说到昨天美股方面的走势 但最近来说 不少人去到猜测 就是美股下季方面的整个情况 很多人都在担心 始终美股升了这么多 在高台上 现在踏入了量宽结束 接下来可能加息 会不会在下季有个大调整 你对于未来美股中长线的部署 其实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说大调整 我未必那么快 觉得会出现 始终加息的幅度上来说 可能会比原先中温和 因为市场很多时候 都在估计0.25厘 就算加息也好 其实也开始有很多分析 可能会只是加0.1厘 就是像不正式加给你看 只是告诉你 极端的一个宽松政策 就进入了一个结束期 所以如果你说加了0.1厘 其实对于那个借贷成半 或者你见到美国的10年期债息来说 其实就已经价格了这些因素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说因为加息 而令到美股大跌 那机会未必那么大 震荡是有的 但是我相信 你说突然间由一个牛市 转了做熊市的话 有个可能两三个星期 甚至是几个月的跌幅 那我就未必这么认为 好 谢谢Harry 对于美股方面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开市感旺的环节 跟大家跟着A股 和港股的最新表现 想听的话 不要走开了 稍后见